大家好,我是张成,欢迎你到欧巴烘焙食 今天的视频想和你们分享一种酵母蛋糕 这个蛋糕你在市面上会比较少吃到 这个蛋糕呢,就是薄荷酵母蛋糕 这个蛋糕吃起来呢,有蛋糕和薄荷的味道 过后呢,有一种清新的薄荷香气 感觉很清爽,不油腻 这蛋糕蛮特别的,我蛮喜欢的一些 而且它的做法不难,蛮容易的 这些呢,就是所需要的基本材料 来看看有哪一些 鸡蛋油4粒 面粉60克 天然酱母60克 白糖90克 植物油30克 薄荷香油1-2茶匙 薄荷鲜奶40克 这个薄荷鲜奶的做法很简单 只需要40克的牛奶和10克的薄荷叶 搅拌而成 全部的材料准备好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做了 首先先把4粒蛋的蛋黄和蛋白分开 然后先把蛋黄给打发 在打发之前,把一半的白糖加入进去 然后才一起打发 把蛋黄打发之后呢 就可以把其他的材料给加进去 首先先把薄荷鲜奶加入 然后将它们搅拌均匀 过后再把薄荷香油给加进去 搅拌均匀之后呢 就将天然酱油也放进去 搅拌均匀 然后再将所有的面粉过筛进去 然后再将所有的面粉过筛进去 之后呢,再将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呢 就把油加进去 然后再把它们搅拌均匀 然后再把它们混合均匀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就做蛋白的部分 现在就可以把蛋白给打发 然后把剩下来的白糖全部也倒进去 打发到箱子的浓稠的泡沫就可以了 把蛋白打发好之后呢 现在就可以把蛋白跟蛋黄给混合上来 首先先将一部分的蛋白放进蛋黄 然后将它们混合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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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它们混合均匀 至少,二 Level 我要佔合均匀 如果适合,大好的切我们 还是可以from 然后总和做什么 然后再把它们混合均匀 现在是每个小adin 将面粉混合好之后呢 就可以将它直接倒进蛋糕模具内 好了之后呢就可以放进烤箱里面烤 烤箱先一热180度 之后呢烤大概是160到180 20到30分钟 看你的烤箱的清醒而定 烤好之后呢 记得跟它倒扣给它冷却 冷却之后呢才将它脱模 这蛋糕的做法是不是蛮简单的 而且它的口味也蛮特别的 你们不妨试一试 这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会喜欢 也多多把这视频分享出去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下一个视频欢迎认真stein的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欢迎认真正的 我们下个视频欢迎认真正的 完整版本的onen烤箱